请对付 大半夜警政署外狂飙 撞翻无辜车辆 酿成一死 男子非但没有毁业 态度还很嚣张 不顾警方就在旁边 直接冲上前对记者动粗 甚至还不忘呛瞎 自己是竹联邦成员 道上兄弟满头问号 内部调查这是哪位 因为类似仗着帮派名义 狐假虎威的人可不少 说自己是帮派分子 但其实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是 过去就曾有人 因为冲用名人会名义 向警方呛瞎 引起帮派大佬注意 下达追杀令 他吓得连忙拍影片道歉 出来谈事情 那对方真的是 真的是这位大哥出现了 他但他冲用这位大哥名义 当场呛说我是谁某某某 他在笑话 我都站在面前 你都不认识我 早期还有帮派兄弟 冲用大哥名义 敲待机 乡城一时威风 反倒弄巧成拙 也有混混打着黑道名号 到网咖杂店索取保护费 但被发现根本只是 窃到通气犯 更多钱庄业者 会打着黑社会民业 向被害人暴力讨债 最后却演变成 真假黑帮纠纷 独打A对那是必然的 但是相对还是会 惩罚他罚款 把他撕掉作废 钱庄是哑口无言 吃闷亏 谁叫他要犯这种江湖大击 除了出卖兄弟和大嫂走太近 冒充帮派民业 也是另个江湖大界 当贾老大惹到真大哥 往往难逃 非法施行 三雄和盟哲来新一台北采访报道